好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 这回贺国强又是轻轻松松找到了一个上手机会 然后看一下母球打 红球打进以后要到黑球 四来色的十几分的领先优势啊 并不保险 马上就会就会被追上 我们抛开球队不看 球队下方就有两颗活球 黑球下方的这一颗还能连接上 打进以后继续围着黑球来吃分 这个角度向上的话 可以稍微带一下球队 克国强出道以来一直戴着手套 因为戴手套的话 这个出竿会比较丝滑一点 它可能还不太适应这个气候 出竿速度会快 左边中带有下球 带球队的效果还不错 打进吃酷 然后调一杆篮球先 篮球打进的话 不过角度流向上 下一杆需要长才来调 打开球队的效果 好 这颗红球打进继续调篮球 这个汤姆福德今天发挥的比较厉害 4比0曹雨棚 并且四局里边三局破百 最高单干打到138分 福德这是 这是欲强则弱 欲弱则强 他的实力捉摸不定 时好时坏的 好 还是中高竿 退役库起来 篮球再流向下 目前看一下球形 粉球下方的第一颗有下 黑球正上方的这颗 也是有单下 可以中间小球队可以单拆 这个小球队拆好了 就直接超分了 嗯 这干超价干要优下底 打进 接一颗粉球的底带 粉球刚好有向下角度 稍微带一下下方的三颗小球队 稍微顶一下看一下这一干效果并不是太好 左边中带角度偏大 嗯 中带顺利打进 好球啊 准度可以 黑球打进以后算算分数 目前已经是领先了 46 18 20 啊 没加这个黑球是吧 领先了35分 台面还有51 再吃一套不够啊 需要再打两颗红球才能超分 这颗粉球挡住了左下底的进攻 还想要打一个薄球 哦 翻中带了 哇 有了 漂亮 硬生生靠准度把这个给调过来了啊 之前也说了小特的这个不是小赫啊 赫国强的打球风格 它是偏向于类似于罗伯逊的 发力通透 出干也快 就很好看 嗯 右下方底带的这颗红球打进就超分了 目前是一个延分的状态 领先43 台面43 状态爆棚 是蓝色也是安安静静做一个观众啊 抽空还去看看别的球台打得怎么样 有没有比我更惨的 曹玉鹏说没事 我这边比你惨多了 我这0比4 你猜3比1 再翻 这杆角度没有空太好 啊 上场分数 这是领先了39分 台面35分 斯莱瑟又上来了 这回上来这是肯定的啊 就超了一杆 先做一杆斯诺克 这赫国强没有打出来过单根破百啊 对斯莱瑟的比赛当中 每次都是给斯莱瑟希望 然后纠缠一会儿 最终再靠准度把它收掉 右边中带露球 看斯莱瑟打不打 反正就是一杆 用哪颗做都没问题 嗯 好球 借助黑球做上了 两库来勾 顺利勾到 这杆借助黄球继续来做斯诺克 不过这杆 没贴住的话 解球就不难了 左边一库就能解到 又要露球 哎呦 直接认输了 发脾气了 好 这样的话 比分来到3比1 进入中场休息 解球 来描一下 继续和 谢谢大家